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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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10月30日的南方特搜報 我是潘文玉 為了鼓勵高雄古山高中舉重隊 培育出更多的選手 國際同濟會聯合企業社團 舉辦愛心捐助社福活動 協助舉重隊訓練經費 以及小部分家境清寒的學生 給予關懷以及贊助 國際同濟會聯合企業社團 愛心企業家等 舉辦愛心捐助社福活動 希望社會善心人士協助 依助鼓勢高中舉重隊 訓練經費 以期望培育出更多優秀選手 因為很多企業家 他們願意來分享這個大愛 所以說我們的精神感召之下 也感謝企業家們的一個捐款 跟捐助 所以說今天我們準備了10萬塊的一個 現金來給他們做一個支柱 還有一些物資來慰勞一些教練 慰勞一下學校 所以這是我們的重點之一 這個國手的這些小朋友 也不可以說這些小朋友 是說這些年輕人 因為聽說沒人照顧 所以才會號召這麼一個團體 來幫這群國手 賭三天 我們也知道說 在今年東軍奧運以後呢 我們在各項運動都取得非常好的成績 包含羽球 舉重等等 那其實古山高中舉重隊呢 是我們在地非常優秀的一個 舉重選手培養的搖籃 那透過本會的顧問呢 我們李茂青顧問 還有古山高中的一些前校長 等等的一些社會選擇 只為了這個活動以後呢 那本會當然就是不遺餘力 就是邀請我們的會兄會姊 然後跟所有的我們的一些好朋友 一起來參與 又昌聯合醫院一直都有在做 這一方面的社會關懷 我們是用行動來支持關懷孩子 我鼓勵孩子有夢最美 但是要實地一步一腳印的去築夢 我希望每一個孩子 能成為下一個郭信淳為國爭光 透過愛心捐助活動 廣邀各界團體參與 協助清寒學生改善訓練環境 幫助學生們築夢 追夢 圓夢人生計畫 今天我們非常感謝許多的民間企業的協助 我想幫孩子們圓夢 其實是政府跟社會要齊心合力 一起來做的 那我們今天高雄市政府非常感謝 許許多多的企業善心人士 共同來參與 那我們也期待在未來 高雄市政府可以跟這些社會企業 一起合作 讓古山高中 以及所有高雄市的運動團隊 都有更好更棒的生活環境 跟學習環境 跟運動環境 來打造一個健康運動的城市 今天很高興有這麼多的 善心的企業來到我們學校 那其實我們常說 家庭教育 學校教育 跟社會教育是三位一體的 那的確很多的經費 在公務單位是不太夠的 那我們今天很樂見 同際會獅子會 帶來那麼多的會胸會姐 捐助我們這麼多的禮物禮品 甚至還給我們助學金跟營養金 我相信我們要教導我們的孩子 在未來有機會的時候 也要像這麼多善心的企業一樣 能夠回饋社會 國際通緝會表示 這次聯合辦理七所學校愛心建築 透過各界贊助與幫忙 期望正向力量能延續 傳達到社會每個角落 記者李正道高雄報導 來自日本的知名連鎖咖啡品牌自業者 成功引進台灣展店以後 就引起了排隊消費的風潮 而去年該品牌也進駐了台南 雖然營運沒多久就遇到了疫情 不過他們還是很有信心能夠逆勢上揚 目前第二間分店又開始營運了 而且地點就選在日本時代 當時的台南油店局 該咖啡品牌 今年初才剛於台南小北商圈開幕 雖然之後遭逢疫情 不過他們實力堅強 逆勢上揚 現在第二間分店又在舊城區展店 建築日本時代原台南油便局 同時選定九九重安節當天盛大宣傳 希望永續經營長長久久 場面盛大 可以看葉姬長紅 長久久 想到王董日常 想到比非多就想到健康 所以我們克美多咖啡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個品牌 我相信將來一定會變成台南美食的指標之一 那有兩個因素 第一個因素是東西要好吃又營養 第二個因素是location要好 像這個location如果說不好 台南市找不到好的 所以這也見證了王董事長的眼光 第一家開完現在就有第二家 第三家的名字都想好了 馬上就要開第三家 我們希望說將來一定有更多更多的克美多 能夠跟台南市民見面 而且不僅要打台南盃 也要打全國盃 這個品牌要推出去 那希望說各位好朋友都能夠來到這邊 也祝福大家 能夠找到這個地方 這個太棒了 我們附近所有觀光景點都在 我們裡面零百貨 全部都走著 美術館 要去天空明拜拜 都在旁邊 台南的美食街就在這附近 這也能來這個地方 幾個月而已 這不要說一定賺錢 確實可以提供給所有的遊客 所有的市民一個非常好 可以很有福氣 尤其這個咖啡店 也在日本是非常出名的連鎖咖啡店 如果有去日本出的觀光 他們在日本也做得非常非常成功 今天能夠引進到台灣到台南來 我們那天氣這麼開心 更據了解這個地點 不只是有歷史故事的觀光熱區 現在房東就是電信公司 將閒置機房資產活化合作 變成日式的復古咖啡廳 用紅磚瓦的文化石 搭配紅絲絨的沙發椅 以及歐洲風格的窗花 要讓消費者在輕鬆自在的環境來用餐 我想可能這段時間 經歷了整個疫情 最嚴峻的一個高峰期 但是我想跟大家報告的是說 我們克美多咖啡的一個發展並沒有因此而減緩 反而是持續的有在展店 那我們也非常感謝這個王董事長這邊 對於我們克美多這個品牌的一個支持跟信心 所以在這個小北店開幕大受好評之後 很快的 我記得好像大概是兩個月左右 就選定了我們現在目前看到的這個民生店的一個店子 那也因為這樣讓我們可以有更很快的機會 很快的有這樣的一個機會可以再為大家來做更多的一個服務 開幕記者會中包括前知名職棒選手趙世強也前來捧場幫忙推薦 並且和大家一起在這個充滿歷史回憶的地方 感受日本風味的早餐文化 記者顧恩吉林庚台南報導 市長朋友適合從事的行業不只有按摩業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日前舉辦了市長就業全國展 以市長歌手表演免費體驗DIY以及創迷宮抽好禮的方式 讓大家認識各行各業的市長職人 透過勞工局的職務再設計服務 讓市長朋友們都能夠順利就業 市長歌手在台上演唱冬天的歌曲贏得熱烈掌聲 市長職人也拿出各項絕活交民眾DIY體驗 還有大家最熟知的市長按摩 呈現市長者在各行各業的優秀表現 尤其是市長的朋友 他自己也能夠將他成功就業的經驗 給其他生長朋友當一個標杆當一個楷模 所以我們今天就把我們這個輔導 市長朋友怎麼成功的走出來 讓他也有精彩的延伸 用心看見精彩重現市長就業成果活動 正式開始 用心看見精彩重現市長就業成果展中 特別邀請市長職人攝攤 展現他們的手工藝品 也讓民眾DIY體驗 近距離感受市長者在眼睛不方便的情況下 如何完成許多精細的動作 並且將作品製作得如此完美 而且他們眼睛還看不到 我看得到我都不曉得要怎麼折 可以結伴一起來參加 甚至可以更了解說這個市長的一些工藝 大家可以共襄勝局 我就自己多加努力 多加練習 所以我折出來的時候也是很漂亮 大膽地去做 對 就是勇敢地去嘗試 那不管就是有沒有成功 就反正就是當成一個興趣 另外闖關迷宮中更以海報方式 詳細介紹不同行業的市長朋友 民眾進入迷宮完成拍照上傳打卡 和分享等任務之後就能夠參加抽獎 藉由海報分享 讓更多朋友能夠為市長朋友 優秀的表現喝采 有就業醫院的我們的生長朋友 我們都積極地提供相關的就業的服務 輔導他 讓他更快更容易可以進入職場 所以我們提供相關的職業訓練 還有相關的經費補助 如果能夠看到他潛人的話 你就會覺得市長朋友的工作的態度跟智能 是不輸給一般人的 身心障礙的朋友雖然有些不方便 但他們還是抱持學習和向上的心態 透過市府勞工局的職務再設計服務 讓他們重返職場自力更生 在各行各業發光發熱 記者邱建勋 賴昌邦 高雄報導 許時音樂圖書館日前舉辦了 信雅古典音樂珍藏專區啟用儀式 台南市長黃偉哲是特別到現場 透過網路視訊的方式 來感謝在美國的捐贈人 希望藉此能夠鼓勵台灣年輕人喜愛古典音樂 10月15號上午 市長黃偉哲與文化局長葉澤山 一起到許時音樂圖書館 參加信雅古典音樂珍藏專區的啟用儀式 會場特別用網路視訊 與在美國的葉思雅張信惠夫婦表達感謝 葉醫師夫婦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委託嚴城張先生以及老同學 同時也是前衛生署長李明亮醫師代表參加 市長透過視訊讓葉醫師夫婦和台灣的代表 一起見證啟用儀式 今天委託很高興 有這個影響來代表我們台南市 187萬市民來接受 我們藝醫師和仙康里 我們的中醫師的關鍵 六千幾帝的這個黑澆的劇盤 以及四千幾帝的這個基地 這都是藝醫師他們非常高貴的這個 那就是構造地面移的這些收層品 阿我們在科交經驗英陰杜書館的時候 現在這個投資館有很多很多的營業的產品 我們現在現主持於台南市 也基盤之後第一次的台南國際營業節 邀請了很多台湾競出的這個主題 去國際上有名的主題來參加 這點這點我是非常感謝 我們台南市是一個文化過度 葉醫師從小就非常的喜歡音樂 從台大醫院完成婦產科醫師訓練後 帶著家人到美國進行研究教學 也曾經擔任愛因斯坦醫學中心的婦產科主任 葉醫師夫婦的共同興趣就是音樂 每當有空的時候就會與太太一同欣賞音樂會 或者是收集古典的音樂黑膠唱片 葉醫師也對栽培她長大的台灣有很深的情感 所以最後決定將她醫生所收藏的古典音樂黑膠唱片以及CD 總共一萬多件全數捐給許時音樂圖書館 這期以上我們的心壓在台灣 所以我覺得如果有可能 這些補給的收集可以送給台灣 我們最開心 讓年輕人可以分享我們這些好的音樂 鼓勵他們愛鼓勵他們的音樂 Kris真好他跟我們台語說他回到台灣 要探討看看 結果他回來跟我們說幾個月 正是我們決定說我們這些東西 要送給台南康舊音樂投資本 我沒想到這個事情兩年後 我們的夢已經失陷了 我很高興 我們感謝台南康舊音樂投資本 真心意接受我們的收集 希望我們很多年來的生活 記者劉品妍 台南報導 為了協助藥引個案順利回復社會 高雄市賭房局特別與阿福食物銀行 共同開辦了實在感動多元輔導課程 邀請專業的志工指導 將原本賣上不佳的蔬果 變成營養又豐盛的料理 並且發送給弱勢團體 希望透過其實的教育 讓學員們學會肯定自己 這個經驗保證讓大家喝了兩年內可 為了提升藥引個案自我價值 並協助順利復歸社會 獨方局特別和阿福食物銀行 合作開辦實在感動多元輔導課程 將賣相不佳 但依然新鮮的蔬果 變化成美味料理 實踐習食生活 同時強化家庭關係 最後還將料理 送給鄰近的弱勢族群 行善做公益 獨方局新開了這個叫做實在感動的課程 這是一個多元輔導課程 那對我們的個案而言 我們希望能夠讓他們在從中 學習到習食的概念 能夠愛惜這些 雖然沒有辦法上架賣相不好的蔬果 可是其實呢 經過我們的愛心跟努力 它也會重現它的價值 那另外一個呢 愛惜身邊的這個資源 也可以做到生態跟環保 剩下的這些食材 做成料理 那這些料理呢 不是他們自己吃掉喔 他們會把它送給弱勢的族群 來做公益行善 所以這當中呢 也能夠融入社會 對社會的付出呢 提升自己在社會上 能夠順利復歸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開啟 不管是白蘿蔔 南瓜還是高麗菜 原本的西腹食材 在專業職工的指導下 一步步從聖菜變身為豐盛的料理 完全符合阿福淑銀行 推動的習食教育精神 而學員們在動手做的過程中 都相當投入 也獲得滿滿的成就感 感覺滿好的 很快樂 參加這個活動是 來了解到說 原來很多的食物 都即將過期了 其實它是還有利用的價值 還可以讓它變得美味 我們阿福食運堂 不只是在這個平台上 做一個物資的發放 對肉絲的一個之外 我覺得我們最重的是 一個教育的訓練 老百姓沒能夠知道 我們怎麼樣去愛護 愛惜這些食物 就像我們居長講的 這些洗食的東西 是做起來 也是非常的美好 非常好吃 原本邁向不佳的醜蔬果 只要經過用心和愛的付出 就能重現價值 因此讀方局希望藉由這樣的課程 幫助學員們累積正向的能量 同時學會愛惜和分享 進而找回自信 肯定自己 記者邱建勳 王一群採訪報導 來自中國北方的天津姑娘 孫雪娜為愛遠駕台灣 但近來因為疫情的緣故 已經有兩年沒有回去老家了 每當她想起家時 就會自己動手做天津料理 來一解相愁 某次在動手做了天津煎餅時 親友們吃過之後都稱讚不已 現在她也在台南開了煎餅鋪店 在熱煎板上淋上一勺麵糊 用工具將麵糊推成圓形 再來打個雞蛋 灑上芝麻塗上醬料 最後再把配料捲起對切 這道口感酥脆軟Q 吃得到豐富配料的天津煎餅 現在在安平也能吃得到 我覺得它吃起來蠻清爽的 而且有一種脆脆的 舒服的感覺 對啊 還不錯 還不錯 然後口味不會太重 蠻好吃的 怎麼說 就是蠻多料的 味道配起來也很足 可以吃到什麼料大概 它吃到薄脆 榨菜 蔥花 洋蔥 之後呢 裡面大概就是這樣子的配料 天津煎餅它的餅皮 是用綠豆 小米 然後還有麵粉 就是和成麵糊 然後把它就是攤成餅狀 而且它這個餅就是 區別於其它的餅 它比較是軟Q的 是比較鬆軟的 然後裡面呢 就是包的一些 像洋蔥啊 蔥花 然後榨菜 生菜 蔬菜 然後再放上薄脆 薄脆也是用那個麵皮炸過的 就是很催的那種 原本是因為思念家鄉味 才會自己動手做起了天津料理 一景相愁 想不到親友在品嘗過 孫雪娜的手藝後 都鼓勵他可以來做煎餅生意 所以才有了現在這個攤子 因為疫情回不去 所以就一直很想念這個味道 因為我以前就是在天津的時候 就是早餐應該是必備的 就是每天幾乎每天都要去吃 對 來到這裡 然後就突然間非常非常想念他 我就在想 就是說可以自己來做一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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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像思念家鄉那種感覺吧 然後也還想就是把天津的美食 然後帶到台南來 因為我知道可能台南這邊 天津的人可能會 可能來這邊的會少一點 可能那邊的美食大家還沒有嘗到 所以我是想把天津的美食 一點一點的來帶到台南這裡 那家煎餅鋪位於安平安北路上 每天下午兩點開賣賣完就收攤 喜愛美食的觀眾朋友不妨走一趟 常常看天津姑娘孫雪娜的天津煎餅 記者張瑟維 台南報導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日前率領了聚工團 以及美國學校的師生 到美農社區透過整理老舊火房 為偏桑帶盡全新的火力 現在就透過鏡頭帶您去看看 為了提升青年參與公共議題 以及體驗學習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日前率領聚工團 以及美國學校師生 到美農社區透過整理老舊火房 促進社區輕狀服務能量 也為偏桑帶盡新火力 那今天有這個志工團來幫忙的話 其實我覺得還蠻感謝的就是 至少不是只有一個人在奮鬥的感覺 因為我們希望是蠻多年輕人 可以注入一些火力到鄉下地方 然後呈現說其實鄉下 其實有很多年輕人會互相支援 互相幫忙 那未來這個空間也是會開放 給大家去做使用 而這群青年志工也透過自身的力量 粉刷油漆製作層架等等 也讓舊火房展現出全新的面貌 而這樣的參與也讓志工們紛紛表示 在活動中獲得了許多心得 我是從香港來的 我今天早上是負責刷油漆 然後我也是第一次刷 就覺得很新鮮 然後也蠻特別的 因為他們早上有介紹說這邊是火房 然後我也是第一次認識到這個池 原來是他們客家的文化這樣子 透過導覽解說以及動手做的活動 也讓來自國外的志工朋友 更了解客家文化與在地特色 而志工當中更有位來自美農的學生志工 他也特別表示透過活動看見許多夥伴 到家鄉美農來服務非常有意義 心情非常的雀躍 可以跟朋友們一起回來幫忙美農這個地方 然後做一些社區服務 非常的有意義 然後就是可以讓大家透過這個活動 更加的理解美農這個地方有什麼特色 高雄市青年局積極舉辦多元化活潑的青年體驗活動 不僅推廣了在地特色 也讓青年朋友更能交流互動 參與公共事務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 開心開心 結束了 國立台南佳琦高中舞蹈班 今年畢業成國展主題30 表示佳琦舞蹈30而立的里程碑 而在新冠疫情的考驗之下 能夠順利演出是件很幸福也很幸運的事 校方日前舉辦了校內演出相當精彩 國立台南佳琦高中第三十屆舞蹈班成國展 日前於校內收場演出 今年主題30特別邀請台北大學 台灣戲曲學院 台灣體育大學 與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等舞蹈班的老師 來參與編創 這次畢業展總共有八段舞碼 演出的內容有芭蕾舞劇 遺族少女成年儀式 與充滿抒情對話的雨火 祝福學生歲月的至青春 以及新冠疫情的省思 一起呼吸 與台南在地描寫台灣八景之一的安平網路等 三十呢 對一個人來講 我們常說三十而立 所以對一個舞蹈班而言 在這個三十年當中 有非常多的一個辛苦的耕耘 那為了呈現出三十年來的努力 這一次在舞展的舞碼當中 我們有幾首其實是致敬這樣子的青春歲月 比方說致青春 還有我們下半場有一首 The Power of the Roots 它其實都是在講很多的事情 我們要穩健的扎根 然後才能夠讓這個成果能夠知返夜貌 對佳祺舞蹈班的孩子而言 這是非常難得的 因為我們知道今年度疫情的關係 非常多高中的舞蹈班取消了上台的演出 那我們常常覺得孩子們三年的努力 其實就是為了最後在畢業展上面一個璀璨的展出 所以能夠讓孩子們完整的完成校內場 跟三場文化中心的演出 其實在這個疫情時代 真的是非常值得慶賀的一件事 那因此在我們的舞碼當中 也有幾首非常值得推薦的 包括說一起呼吸 展現了這個在疫情底下渴望呼吸 跟想要掙脫束縛的這樣的一個感受 另外呢我也要推薦就是呢 我們今天看到的第二首舞碼叫《如歌玲玲》 這個呢是為了致敬我們的詩人王章 他所寫的我們台灣八景之一當中的安平晚度 校長表示因為疫情降級與微解封 讓這群舞蹈班的學生有上台表演的機會 除了校內展演 之後分別在校外的台南文化中心演藝廳 高雄大東文化藝術中心與嘉義表現藝術中心來演出 歡迎喜愛舞蹈藝術的民眾踴躍進場 記者林跟台南報導 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方特搜報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潘文玉 祝您週末愉快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